太后 用寿宫来报信 说是令妃平安生下了十六阿阁 皇上赐名永泉 令妃挺能生的 找规矩赏她 是 照旧十六阿阁 送去寿康宫由太妃抚养 令妃得宠 皇上未必肯呢 十五阿阁不都留下来了吗 十五阿阁留在永寿宫 是令妃侥幸 十六阿阁 还是按前头的规矩来 不然令妃也太得意了 是 奴婢这就去办 令妃接连圣玉 远胜纯惠皇贵妃当年 你这皇后膝下唯有一子 未免太寂寞了些 儿臣陪着皇额娘抄襟肌腹 不寂寞 皇后做到你这个份儿上 也真是可怜 不过 不过自古哪个皇后不是熬着的 也只有孝贤皇后有福走得早 让皇帝惦记了那么些年 是啊 生与死 倒不知哪一个 才算是福气了 暂且忍忍吧 皇帝这脾气 油颜不尽 皇额娘 既然令妃生了十六阿阁 过几只又是腊疤 儿臣想在宫里 给底下人分些腊疤粥 以示恩典 宫外的粥长也作却布施 师父与民间 历来宫里也有分腊疤粥的 只是太下贱的奴才们 受排挤拿不到罢了 既然要做 要不惜物理 让宫里人人都得恩典 儿臣明白 主儿 十六阿阁已经被抱去寿康宫了 您别难过 永延可以留下来 永泉为什么不可以 本宫以为皇后失宠至此 本宫生下的孩子们 总能留在自己身边吧 可没想到 还是不行 再怎么失重 她终将还是皇后 是本宫日子过得太得意了 忘了皇后还能掣肘本宫 就算她不能 还能挑唆太后 不成 本宫得要回自己的孩子 川儿 您别急 迟早都会回到您身边的 皇上对五阿哥真是越来越重视了 前不久还封了荣郡王 皇上是器重五阿哥 不过咱们已经留着一个云角了 倒也不怕 不过主 您可想好 五阿哥万一有事 皇后还有一个亲生的十二阿哥呢 若真没人选的时候 皇上会先考虑十二阿哥的 本宫对付一个五阿哥已经费尽心思 还要神不知鬼不觉地对付十二阿哥 本宫自问啊 没这个本事 母以子归 子以母归 皇后倒了 十二阿哥自然成不了太子 最好啊 还是这个亲生儿子 治他额娘于死地 才能泄了本宫这心头之恨呢 令主 咱们已经拖了凌云彻下水 却没能将皇后拖至死地 万一哪日皇上对皇后有所缓和 皇后缓过劲来反噬 您的苦心经营毁于一旦不说 您与几位阿哥公主的平安也是难保啊 你想说什么 若凌云彻已然成为皇上对皇后最大的心结 不如我们用它再推一把皇上 让皇后彻底失去皇上的联系 你什么意思 凌云彻留不得 凌云彻不能就这么死了 奴才只是这么一说 你舍不得就算了 本宫没什么舍不得的 本宫是说 如果他必须死 就要死的 对咱们更有利益一些 奴才就是这个意思 时候不早了 奴才先回去了 春禅呢 怎么没见他在宫里头伺候 春禅姑母死了 本宫放他出去料理后事了 奴才先行告退 来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